主料,猪肉性150克,辅量,油,盐,紫菜,胡椒粉,胡椒粉,鸡精,葱,姜,鸡蛋一个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买着现成的饺子馅,把葱跟切碎放在里面,把鸡蛋打在碗里,搅拌均匀,肉馅里加入适量的胡椒粉,花椒粉,鸡精,鲜,把搅拌均匀的鸡蛋, 倒入1 3分之1左右,之后把肉馅搅拌均匀,备用的紫菜,锅里加入适量的水,水开后往里面放丸子,用勺子挖适量的猪肉馅,用手弄成圆状,放入烧开的水里,把弄好的生丸子一次放入,丸子煮5分钟加入紫菜,放入适量的盐和鸡精,把煮好的丸子汤盛在碗里,烹饪技巧,鸡蛋量一定要适量,要不然丸子会散的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